網路科技可以說是人類的一個祝福,也可以說是一個詛咒 它可以帶給人類無止境的資訊,沒有限制的人際溝通 更是對孤獨的人來說一個慰藉 但有時候卻變成心懷不軌的獵場 2017年長達兩個多月,八位年紀位於15-26歲的女子 在日本東京不同州陸續離情消失 全部失蹤的人都有共通點 就是他們在四年前都跟推特上一名神秘的帳號聯絡過 他們的失蹤跟這名詭異用戶有什麼關聯嗎? 在我們故事開始以前,如果你喜歡真實按鍵的影片方式呈現 可以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新影片喔 推特上有著一名黑暗暱稱帳號 首調專家的網友白石龍浩 在親友眼中,並不是他在網路描述的親切有禮貌慷 對外人來說,他表現得完全相反 他不會找別人麻煩,也不會口出惡言 但其實現實生活中,他是一個行尸走肉 沒有靈魂的軀殼,完全沒有同期心 他在學校雖然有朋友,也很努力念書跟運動 但他卻一直找不到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出了一件事 他年輕的某段時期,對繩子非常著迷 有一次他妹妹走進他房間的時候 意外的撞見他跟他同學用繩子在玩樂脖子遊戲 兩個人臉都已經發脂 他成年後還是一樣有這個癖好興趣 高中時期他以中等的成績畢業 但決定不繼續上大學 他搬到東京,在新宿歌舞技找到工作 那個地區主要是紅燈區 而他的工作就是要吸引年輕美貌的女子 說服他們當舞技 這個工作需要一定的魅力 不過白屎唯一的問題就是他有點害怕女人 只要靠近女性,他就會開始口齒結巴 全身冒汗戰鬥 不過他找到另外一個不用跟女性面對面講話的方式 他直接在社群媒體上找年輕冒美沒有工作的女子 跟他們說有一個方式可以賺大錢的夜間工作 沒有想到這個方法非常有用 所以他跟他同行的人比起來 他的應照率高出了許多 也在當地打造了一定的名聲 這也讓附近的同行幫他取了一個暱稱 詭異獵人 稱他詭異的關係主要是因為他的眼神空洞 沒有靈魂的樣子 跟他說話的人都描述他的眼神散發出一種冷血感 不過他很快就發現他的眼神並不是最恐怖的地方 他主要下手的對象都是高中女生 後來陸續有網友在網路上把他照片貼出來並標記 注意這個男子 警方也因此將他逮捕 2017年判他14個月緩刑徒刑 然後他就失去了這份獵人工作 他就搬家到坐監室租了一間一房小公寓 一個月租金約台幣8錢多 但他還是找不到工作也沒有朋友 看來也沒有要找新工作 而是每天待在家裡用上網認識更多女網友 但這次他找女網友的目的跟之前完全不一樣了 他用了恐怖帳號名稱寫著手吊專家 跟許多年輕女網友聊天 有時候會支撐自己為大師 洗腦對方結束這次件的痛苦 有時候又會扮演成要找人來結束他悲懲一生的孤僻人 原本一開始他想要找個有錢的阿姨 一個可以精神上安撫他 又可以經濟支撐他的人 他一開始本來想說先從簡單的人下手 第一個約出來見面的網友 住在神奈船 叫三浦瑞季21歲 兩個人因為一起分享憂鬱的人生見面了幾次 他們對話中記錄白石邀請女子跟他同居 但要先支付房租10萬元台幣 三浦馬上就答應了 8月就搬進去 一開始兩人相處融洽 直到三浦認識了一名20歲的男子後 就消失了 電話跟他的社群媒體都沒有人回應 那天晚上 三浦匿名在留言板上面 最後一篇留言 標題寫著 緊急怎麼丟棄50公斤的肉 因為某些原因 我手上有這50公斤的生肉 我要怎麼丟掉 我也不愛吃肉 所以我真的想要馬上把他們丟掉 三浦的新男友 因為已經五天都沒有聯絡到人 就到他跟白石同住的公寓 他進門後 竟然也一樣消失在人間 白石因為嫉妒三浦的新對象 8月31號他就跟三浦對職 沒有想到女神自然 直接跟他說自己對他只有朋友的感覺 沒有男女之間的情感 白石一聽被氣到 就怕他是去報警 所以就拿了繩子將他了結 結果等位男子來找三浦的時候 他也對他動了手 有一次兩次的經驗後 他知道自己沒有辦法回頭了 所以一回生兩回熟 只要女生不給他他想要的 他就一併了結出力 他用推特上特定的 hashtag 標記 不同詞彙來調出潛在的目標 主要對象都是憂鬱單身沒有工作的人 也在自己的字節上寫著 想要幫助需要的人可以隨時視訊他 他會跟這些傳訊型的人建立了信任關係 利用受害者的脆弱心靈 說服他們自己也會跟著他們一起走到人生的最後一路 叫他們不能把這些世人對話給別人看 接下來就有一堆跟他聊天過的人 一個一個消失在人間 包括15歲的女高醫生 17歲的女高三生 19歲的女大學生 25歲造超商打工的女店員 還有一名17歲的漫畫家 26歲的家庭主婦 他把這些人帶回家後 白死會先讓他們睡著 將身上貴重財物拿走 做不該做的事情 再了結他們 帶他們到浴缸內 分寸一塊一塊的 大部分的肉跟他的垃圾一起被丟掉 其他保存在野餐寶等的箱內 他在使用貓砂掩蓋味道 他的鄰居原本以為是排水系統發出的惡臭 但其實那些都是死亡的味道 白死的第九位也是最後一個受害者 是一名在10月23號失蹤的23歲Iko 跟他一起住在東京都八王子市的哥哥 向警方通報 妹妹已經失去聯繫三天 而且他還在妹妹的電腦裡面 發現妹妹曾經在推特上 傳達不想活的意圖 因為不敢自己一個人走 所以希望有人可以跟他一起 經過調查後發現他跟白石的對話紀錄 還看到兩人碰面的監視器畫面 沒想到到了白石家後才發現了更恐怖的景象 白石過沒多久就承認自己犯下的罪 也在法題上 甚至對自己的受害者們跟他的家屬道歉 他並不後悔自己的行為 甚至還會繼續做下去 2020年12月15號 一審宣判被告白石隆昊 以謀罪名遭判死刑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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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